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 18号和19号连续两天遭到了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有叙利亚观察家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 如果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对付巴勒斯坦人 这些针对美国基地的行动还将会升级 我们来看本台驻大马士革记者发回了报道 在中东地区继续开始升级 和美国公然支持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基地 伊拉克抵抗力量18日和19日连续 以无人机和导弹针对了在叙利亚阿尔坦福地区 和戴亚斯坦上两个美国军事基地 以及在伊拉克阿尔巴尔地区的美国基地 来作为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人的报复 根据是专家支出这些事迹发送的明确信息 及整个中东地区的抵抗力量将会参与 对美国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区所发动的任何地面 这些事迹发生了 与美国的军事团队的军事团队 下的折磨尼兰的折磨尼兰 所以将军事团队更新的 修理亚正是专家相信 只要通过针对美国在区内的军事力量的途径 使得美国感到痛苦之后 才会使得美国改变对巴勒斯坦问题 和整个中东地区问题的压迫政策 因此最近军事团队在修理亚和伊拉克的美国基地的失踪 仅仅是一个开始 在最初的目标的央团队的美国 没有什么的目标 所以没有怪不得的 当它们将军事团队在修理亚和伊拉克的美国 会使得美国的军事团队 至于这些军事团队在修理亚 至于这些军事团队在修理亚的军事团队 在修理亚和伊拉克的美国 在修理亚的军事团队在修理亚 在修理亚和伊拉克的美国 在修理亚的抵抗力量将会日益增加 对在修理亚的美国军事力量的实际 我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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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